欢迎来到诗歌说事 我是小诗 今天这期视频的话 我们主要来说一说大数据 是怎么控制我们去单杀顶杀的 就是在小诗之前的作品当中的话 也有讲述过这个大数据 但是没有详细讲到大数据 是怎么去顶杀一个账户的 今天这期视频的话 我们就着重的讲解一下 这些账号是怎么被单个调出来 被顶杀的 或者是被追杀的 很多网友都说 这些开讲结果 它都是统一的 为什么会有出现过追杀顶杀这样的词语呢 这些网独的平台 他们都是接口第三方平台 就是通过他们的数据来去开讲的 首先说的这个账号 可能你的这个账号 会通过这个底下的这些平台去上报上去 或者是他那边的监控系统 监控到你这个账号 然后他会把你的账号给他调出来 用大数据去查出你这个账号 反正的是哪张身份证的名字 这个名字所在的平台 只要你下载过的APP 登录过 登录过的啊 他这些你冲了多少钱 他全都可以调得出来 然后这些账号叫什么 然后是哪里的IP登进去的 他这些都是会知道的 然后还有用什么设备登进去的 用哪些电脑登进去的 他全部都会调出来 如果你平时这些平台注册的多的话 他这么一调 可能会出来十几个平台 比如说他要你这个账号做手脚的时候 比如你今天在家里啊 用手机或者是电脑 登同一个网络的情况下 不管你进哪一个平台 只要是进他这个游戏里面的 不管是进哪一个桌 他会让你看到的开箱结果都是一样的 在这个时候的你 你会想象得到 他在当杀你吗 这种情况 没有任何人会感觉到 他在当杀你 所以说你永远都不知道 他在什么时候 要去对你这个账号做手脚 虽然说这个一个月 可能就是一到两次 但是你想想 本来我们就是按正常的运气 或者概率去说 玩玩背头的情况下 玩家都是输得要死了 更何况 加上这多方面的因素 肯定就会让你血本无归 这些平台的话 他肯定是要保证他平台的盈利的 所以说他会用各种的数据去针对你 不要想着这些大数据的话 是用于那些大公司的 现在这些网赌平台都用得零零尽致 真的希望大家能稍微想想自己 想想自己就是输了这么多钱 值不值是吧 想想自己是否还要再继续的玩下去 很多人呢 就是不死心 非要把他带到面前 看到别人 就比如说把你带到这个电脑面前 你看到他怎么把你这个账号掉出来 怎么去追杀点杀你的时候 你才死刑 真的到那时候 你的钱可能就已经输没了 很多东西都失去了 都已经回不来了 小事在这里说句很信实的话 就是就算你信实中 跟你的朋友面对面在那里玩 别人都可能有出老亲的形影是吧 更何况的话是这种网络上的东西 你摸都摸不着的 所以说这种操作空间有多大 自己可以去脑补一下 想想看 也多想想自己以后的路要怎么走 千万不要在玩堵的这条路上走下去 这条真的是一条不归路啊 好了 喜欢小事视频的话 大家可以点赞转发 如果想看更多精彩内容的话 大家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